我再走一步 可就将军了 将军了 你想好没 你别管摆那个字半个小时了 你那冬冬啊 冬冬啊 我们叫真龙齐菊 它破不了我的菊 不是 它是真龙啊 这是真听不见 要把二年号听 咱们今天吃个香的 吃个香的 那香的得是肉吧 是 这个东西它在郑州非常的常见 但是他们家做的 是外地的风味 郑州还常见还是外地风味 对 那什么东西啊 跟郑州的不一样 那走吧 看看到底是啥玩意儿 隔着口罩 都能闻到这肉香味 麦果肉的 它像温州风味 温州风味 温州风味 温州那边也吃这个东西 刚走到附近 扑面而来的卤肉香味 就多的人忍不住想往店里拐了 要说河南人餐桌上 卤肉是再常见不过的美食 街头大大小小的卤肉馆子 简直数不胜数 但要说温州风味的卤肉 还真不常见 那跟我们本地的卤肉 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我俩打的是温州 听他们说 它是不是那种温州那种的 老板不是温州人 老板不是温州人 它是不是温州的 它啥东西是有温州风味 温州风味偏南方一点 我觉得应该吃的比较 它那种就是辣肠那种 是那种甜甜味的 吃的挺好吃的 就是偏点广市的那种 对 那个区别你能吃穿不能 有啥差别味道 我也吃不出来 我反正跟鱼特别好吃 好吃 好吃 味道区别在哪儿 比在本地吃的更紧 鱼才更紧一些 吃的味道可以 看这大哥穿着 一看就是父亲住的 之前没少吃过吧 我经常来 经常来 就给它隔壁了 它家这个我看招牌打的是 是温州风味 这温州风味跟咱本地骨肉 风味不太一样吗 嗯 这我也随不来 跟它味也差不多 哦 你们家为啥是温州啊 是啥意思 给你们觉得那个食物秀的 它是温州的 它那口味是跟咱本地有啥明显区别吗 外面的口味就是偏甜 偏甜 偏甜 对对 那你们家这所有骨肉 都会带点甜口 在这种蜂蜜上的口味 带点片头 哦 你说那甜味主要是靠蜂蜜 对对 哦 但是你说实在的 单看这根麦像 跟咱本地这根骨肉完全没区别 你看它家平衡还可以啊 已经快卖完了这都 也没事没看多话 就是早前说早前卖的 哦 你这个店开多久啊 全年何年干的早先生 现在是22年 14年 还好数学可以 十几年哈 这大哥站往后一直暗中观察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买肉的 以为是老板 我听说你之前是跟一个温州师傅学的 对 我想知道地道的温州骨肉 它那个味道是啥味啊 反正它本来都有甜咸味 甜咸味 哦 甜咸味 哦 哦 哦 甜咸味 哦 这些卤肉都是当天现卤现卖的 所以新鲜度分啥问题 今天就买点肠 买点肠 买点肠 假的有个亏 有个亏 都是肉 都是肉 你要吃肉吃罚胖了咱呢 罚胖了咱呢 罚胖了咱呢 酪鸭了喝不干酪鸭了 喝不干酪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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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烤不干酪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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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大餐 香菜 嘘一转 香菜都可以 来 进去吃 不用不用 没事 好 来 走了 先赶快回家吧 过来 那这块多吧 这块挺难受 都是买猪头肉的 您在他家吃有多久 不是现在看了 他从干的时候都一直都给他吃饭 从干都开始 哦 他店都开十几年 你也吃了十几年了 绝对好客户 你喜欢吃在家啥 主头肉有点是 看 豬头肉大勺 羊青开心 你们家这还管给调一下 那你调的话是放啥东西 羊青香菜 芯果辣椒 哦 就是给拌一下是吧 这家消费咋 也不是那么高 挺能的 26 我可以啊 26一兜 几个人吃啊 两三个吧 两三个 这可以的 这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这附近卖羊果肉的多不多 不是太多 不是太多 哎呦 哎呦 这一家它看起来又味生一点吧 哦 味生一些 今天啊 这一看这温州风味 瞬间满怀期待 结果跟这时刻和老板一聊啊 老板妥协了 到咱这儿多多少少玩改凉了一下 尝尝改凉之后的味怎么样 先尝个原味的 这个肘子没让它调啊 这老板真舍得切 多大多厚的块 嗯 鱼肉嘴给我感觉 就是跟咱本地风味最大的区别在于啊 尽管已经是改良过 但是它家这个依然还是偏淡口的 淡淡的咸味 肉味不重 那个肉吃上去啊 挺外乎的 但是不吃嚼头 这个皮包括肥肉的部分啊 凉了之后 吃上去是Q弹Q弹的 像肉冻一样的那种感觉 还可以啊 能尝到肉香味 这个要热一下的话 会更好吃 咱再来个条子啊 助耳朵 猪头肉 大耳朵脆 带脆骨 凉着的时候啊 也就耳朵是最好吃的 哇 看你猪头肉 跟那个肘子长得有点像啊 这应该是一锅出的 底味都是一样的啊 它就拌完之后 有那个醋啊 有点酸酸的 然后呢 带点这个香油味 拌过的话 就是多了点其他的味道 复合的味道在里面 哇 大肠 这不能看 对于一个重度的肥肠爱好者来说 都不能看 为啥呢 这肥肠凉了之后 看这油已经完全冻上了 它家这真肥肠啊 油没去 夹到这筷子头啊 这手感都不一样 已经有点硬了 哦 特别爱乎啊 特别爱乎 还好 它这个大肠 虽然油没怎么处理啊 但是这味儿 却压得是正正好 一点这个脏气味 臭味都没有 吃着凉的话还行 还能顶得住 猪耳朵脆弹 猪头肉软弱 肘子又嚼劲 每个部位的口感 各有千秋 他们家的卤肉 料味甜味都不重 突出肉本身的香气 更符合当地人的胃口 白酒吃肉香十足 凉调的滋味 则会更丰富一些 如果您在附近的话 偶尔来盛点卤肉 拿回家吃一个菜 还是很舒服的 肉吃完咱们 包括刀刀几句啊 小店一个夫妻店 给别人东西挺干净的 他们家最大的特点 可能就是这个盐味蛋 现在别讲究健康饮食嘛 我觉得这倒是对了 大多数人的口味啊 整体来说能打个7.6分 还算是不错的鲁肉 您要是哪天从这儿路过啊 想过个肉饮 可以来咱们家试试 欢迎收看乡美食小乐 美食大测评 尝尝中不中 今天咱们测点什么呀 今天长点什么 长见识 对 见这个东西吧 看名字可能你认识 然后一见这个东西 你可能会觉得 这是什么东西 是吃的吗 是吃的吗 当然是吃的 是吃的咱也能有不认识的 对 价格很便宜 就各位主几块钱 一块两块三块钱 就是家常的东西 下班路过买点回去一吃 就拎着就走 对 但是就是不常见没见过 然后还有人说 郑州好像只有这家有这样 嘿 这说得越来越奇妙了 走咱测测去吧 走 人气还可以啊 但是我看这上面五个大字 我觉得我都认识 我怎么会没有吃过 带我掌掌见 这五个字我还长什么见识啊 有可能你见到这个东西 你就跟这五个字联系不起来 像说这五个字挂在这儿 横看树看也不会没见过呀 这说得越来越玄乎了 不过人气还是不错 走咱去看看去 正在做的这是什么饼啊大哥 这个是葱油饼 哪个是葱油饼 这个是葱油饼吗 那边那个是葱油饼 切成买的 我们这不用切 一张三块钱 有多重呢 200多块 葱油饼一般咱们说的 稍微会油一点 会有那种焦焦的感觉 现在肚子也少油少嘛 别人都不让放油 有的时候 我们也是慢慢研究出来的 正做还有这样做法的葱油饼 就我们这一家 给这做这个饼它做多久了 两年多了 刚开始就有这个葱油饼吗 对 一的都有 你有没有时刻质疑 它不应该叫葱油饼 因为你像我们这个葱油饼的话 本来它就是用葱花 我们在烙的时候都是放点油 是吧 我们老家就这样做的 老家哪儿呢 福沟的 别说这来自周口福沟的一家 还真是把葱油饼做得 让我们不太认识了 店内葱油饼三块钱一张 一点葱花 一点调味 一点油 就是全部的配料 擀好之后放在铁板上烙 双面焦黄的时候 就可以出锅了 不过除了这葱油饼 这家的烧饼也有点意思 这个是哪儿的烧饼啊 这是 这是芝麻干 这是芝麻干 这不太芝麻干吧 你别说他家的这个长相 更难定义了这个饼的这个名称 略微从形状到个头 感觉都不太一样 这家店所谓的登峰芝麻干烧饼 一块五一个 也是和我们常见的不太一样 一是个头小了不少 而是外观看起来更软和 提前准备好的面团 包进去点五香料和油酥 磨成团之后蘸起芝麻 再用自制的工具压成圆饼 放在铁板上煎 煎至两面金黄 再放进烤炉里烤 抽屉一拉开 饼的香味立马就飘了出来 店内还有自己做的海带豆腐皮 挑起一大坨加进烧饼里 看着就相当诱人 那咱也赶紧买点尝尝吧 今天咱这个五个字都认识 见了面之后又不认识的 这三样产品都买到了 他家的这个芝麻干烧饼 它是我见过最软糊的芝麻干 也是我见过芝麻最多的烧饼 这是他家家菜的 塞的比较辞实 五块钱 然后里面放了豆皮 我觉得这一个很环保 这个葱油饼就是特别像小的时候 回老家 就是爷爷奶奶说 还是急不急离老个墨吧 犯了葱花的老墨 油特别的少 但是你看这个软糊的成果 平常咱吃葱油饼一定是焦焦的 由撕住葱花要多 它这三样一样不战 但是它叫葱花饼 咱也认识它 但跟它不使 撕一个 你看它 它有点像发面的感觉 这个你看 你看 咦 是不是 咱家媳妇也这样子 拽一下你看 咦 这到底它哪像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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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很紧的 那 那平常你看 是不是 它不吊转的 刚才突然导致了断 你是不是摄像受不了了 你别这个样子是吧 你小心你控制工作量 让它有味道 哎 有油了你看 手指是有那种 锅锅魅力的感觉了 葱油比 葱花和油都有了 没有没有嘛 我感觉有一点点 还有一点点 就一点点 就一点点 然后再尝尝 他家这个葱油饼 适合蘸点酱 味是淡一点 有一点葱花的味 但是不强一点 它跟我们的葱油饼比 还是有点区别的 这个吃的口感来说的话 更软一些 看它料味不是很臭 像外面那种葱油饼很臭 您刚说 您刚说什么 它什么味不重啊 料味 它就没料 它就没料 看人家芝麻盖 咱尝尝它这个加菜的啥味 它跟我们想象的芝麻盖不太一样 就咱们说那种芝麻烧饼 不香的 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焦 然后里面加菜之后呢 你要说过多其他的这种味道来说 没有啥感觉 就是咱们说普普通通的 烧饼加菜 然后个头和性价比来说的话 能管保 吃完之后咱们 黄酒 我们想象气 咱们说 粉弹 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至美食大测评 今天这个东西呢 据说是爱的人爱死恨的人恨死 又辣又臭 后来东西也不就那几样吧 反正它不是个臭豆腐啊 不算 味道很吉辣 他玩的花样还不少嘞 搭配上小酥肉啊 骨皮 凤爪啊 共玩啊 洛斯芬竟然有这么多搭配 为啥我看见这俩字 都想测测它呢 哪俩字 网红 网红是必测它 网红炸弹 炸弹 标准应该是网红炸弹 不是那个蹦 出来的那个 来一个吧 小酥肉 咱让人都喜欢 嗯 那咱叫一个小酥肉了吧 走 兰花串 这个东西我是特别感兴趣的 你能想得住我煞辣了 我能想得住我不辣了 下单了 好 两碗粉加兰花串 用完优惠共33.1元 这次由我来到 我来到 起来 我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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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到 谁骗人谁小口味 弄了吗 这个怎么办 这上面可全是汁 提出批评了 拍摄结束后 我们有打扫干净 来 你抽抽这个了吗 我一开始以为 这是炸的腐竹 但是炸蛋 给人家感觉的花 我可以藏进去的 你这个脸型还挺配的 酸Q 这是那个兰花杆 是吧 我觉得这个登天梯 是不是更合适一点 好长啊 属于相对来说 比较干的那种状态 然后再放进来 然后它就可以很吸汁 我试试啊 你说它挺吸味是真的 口感是属于减肥神器 对不对 师傅脸神器 很筋道 这太耐焦了 虽然说它泡在汤汁里 但是你觉得 你看那个鸡呢 炸的时间久一点 狠一点之后 跟鲜和嫩就已经没有关系了 它这个东西往这一放 确实是挺吸引人的 这里边呢 还给了一个油条 油条基本上算是 真的是吸透汁了已经 这个应该是很过瘾的 这粉本身还是挺筋道的 真想说 它们家这个味道 还是可以的 它辣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了 本土化的意思 完全可以接受 而且微微的 有一点点的甜味 我觉得咱就是 过一个微辣人生就可以了 你也别太臭了 也别太辣了 包它这个酸笋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柔和 那挺新鲜的那个臭味 然后 这个是你的这个 酥肉 酥肉的是吧 不老搭 就是河南味的罗斯粉 不是特别协调 你知道吗 外边这个糊啊 吃下有点粉了 纯瘦的 里边给的肉啊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一个接一个的 做一个比较的话 我觉得这个兰花串 可能还更合适一些 头感上相对来讲 还好一些 它应该就是跟咱那个 说那个油炸豆腐串 是一个道理来的 这个看起来很华丽 味道啊 包括它这个粉 它这个汤底的味道 都是不错的 好了 吃完之后 有话门口说哈 品质和味道上面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毛病 这臭了 猫毛病 翻了一点点的甜口 带上那么一点点 那个甜辣臭的感觉来了 我还比较能接受这个味道 还挺好吃的 对 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两个血团来说的话 颜值上会好一些 但是实际吃起来 它的口感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一般 尤其是那个小酥肉 我是在吃螺丝粉的感觉吗 爱吃小酥肉的 还爱去吃砂锅 对 砂锅小酥肉 那一看就是那个味 在整体上呢 可以给到一个7点7分 美食大测评 尝尝中不中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 我是孟涵 今天又要测评好吃的了 听一听是哪家 咱今天测这个店有点意思啊 它评论非常多 有3016条评 销量快高呢 但是他们家可奇怪 他们家不卖招牌菜 但是你就冲人家这 3000多条评论 我觉得这家店 很值得测一测 一家不卖自己招牌菜的饭店 在外卖平台上 却拥有3000多条评论 到底凭杀他的人气这么高呢 哇 原来我们今天 要测的是肉蟹包啊 但是 打着肉蟹包 但是他的菜单里面 任何跟肉蟹包有关的字眼 都没有 好任性啊 人家卖的东西五花八门 其中这个门店销量第一 是鸡肉酥肉包 但是我发现门店销量第二 好像更诱惑我 鸡爪酥肉包 然后我还发现了 这个鱼滑你们吃过吗 它还有个鱼滑包 3016条评论 好评比较多哈 好评都占到了2783条 然后说老板人太实在了 给的份量非常足 味道也是大众口味 性价比超高 以后就是我家的后厨了 这个评价有点天花板了吧 鸡爪很好吃 下次还会点 有人评论这个鱼滑包了 非常好吃 鱼肉很鲜 加宽粉也很好吃 菜品我发现100多条 菜品不新鲜 今天是冰箱的存货 小酥肉没热熟 米饭还特别硬 外卖盒子还漏出来 差评差评 这是从包装到食材 都给人家吐槽了一遍 虽然3000多条评论里好评区多 但是这家店的差评也不少 而且我们看了一下菜单 虽然没有肉屑包 但是他们家包里的品种 还是挺多的 我们选的鸡爪酥肉包和鱼滑包 两分蛋套餐 都是23块9 那么到底味道怎样呢 来我们来拆我们的外卖 今天是等了20分钟 拿到手的时候摸着这个温度 感觉还是热的 挺不错的 这个是主角登场 这个目测应该是我们点的鸡爪和酥肉包 看着分量还可以 变 我正要夸他 边缘缠了一层保鲜膜 没有露出来 结果第二份就露得不像个样子 这可能一会儿要擦桌子了 这个汤比较多露了一点 这份包装还是 这份 这份可能是因为汤比较少 所以没有露 外卖到手出铁 配送速度和保温效果不错 可以给到7.8分 包装简单 而且有漏洒的情况 所以只能给到6分了 那具体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先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看着这个食材是非常丰富 这个有鸡爪还有酥肉 酥肉感觉会比鸡爪多一点 而且品质可能稍微也会高一点 因为这个鸡爪看上去就比较瘦 你看它这个酥肉 看着大小还可以 但是有小的部分 怎么感觉长得跟鸡米花一样 很入味 再买这个汤汁的话 它会吸进去 然后整体来说 它是比较筋道的 酱香口 然后偏辣一点点 还算是不错 然后尝一下这个鸡爪 太瘦了 这个鸡爪让我看上去 没有太高的食欲 好的地方是依然很入味 没有什么腥味 然后嚼起来也比较香 但是整体来说就是 太干柴了 就是你一口下去 直接就咬到骨头了 而且它的鸡爪比较小 就碎骨头也比较多 没有那么可恳性 菜给的挺多的 你看这个千张就满满一大坨 然后两大块土豆 还有一大块玉米 鸡爪酥肉包单人套餐 价值23.9元 我们吃完以后的感觉是 好的方面 分量不算小 一个人吃饱没问题 酥肉味道不错 底味也比较足 但是鸡爪实在是没法好评 本身给的就比较干柴 而且量还小 总共就四整块 真的没差吃透 所以与其这样 还不如点19.9元的 酥肉单人套餐 更加划算 不建议点鸡爪酥肉双拼 那另外一个不太常见的鱼花包 又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惊喜呢 鱼花相对于这个鸡爪酥肉包来说 它的汤汁明显多了好多 但是它不是水煮鱼的那种做法 鱼块其实也是挺厚挺大块 其实我是一个挺喜欢吃鱼的人 我闻着这个味是比这个鸡爪包到更诱人 但是吃到嘴里 其实它并没有酥肉鸡爪这个这么好吃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鱼肉看上去比较大块 但是它其实吃到嘴里味道 整体来说 我觉得都有点像是稀释过的 它并没有看上去 汤汁这么浓郁这么可口 还有它这个鱼肉本身 有一点点腥味 一点点这个 没有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主要是因为它酥肉好吃 测评总结 本餐消费54.8元 包含鸡爪酥肉包和鱼花包 两份单人套餐 吃完之后我们感觉 相比于前者 鱼花包依然没有给我们口感上带来惊喜 甚至还不如酥肉包好吃 鱼肉块虽然不小 但是不如味儿 而且略的腥味儿 所以如果鸡爪酥肉包能给7.5分的话 鱼花包只能给到6.8分这样的成绩了 整体来说 今天这一餐作为工作餐 吃饱是没啥问题 但是两个包的口味都很一般 如果一定让我们推荐的话 还是点个纯酥肉的吧 最后大分 我们只能给这一餐打6.8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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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咱要尝的就是这香腺焖面 而且店老板好像还是个实在人 这老板真是个食生人 问题啊 餐盒是全密封的 热气水气挥发不出去 时间久了 凝结成水珠会影响口感 会欠缺筋道 咋样 老板提前可说了 外卖打包可能会影响口感 所以您要做好心理准备 而且推荐您吃他家的招牌五香口味 男家焖面呢 是以五香为主 为啥是五香为主嘞 符合大众口味还起到养生作用 不要以为味道越重就是低 当然了 能吃辣的朋友可以选择 辣椒油包自我调制 还有就是提前告知您 闷面和卤面的区别 还有点外卖的话 最划算的是这种 十四块八毛钱一份的 加量份更为划算 这个石成劲 对 咱们继续在乔 经典闷面加量份 十四块八毛钱 打包费两块钱 三公里范围内免配送费 此次外卖测评 共花费十五块八毛钱 十五分钟送到的 有时候速度还行 是吧 还算是有点热乎劲的 看这个包装真的是蛮简单的 对吧 很朴素 对对对 三公里配送时间十五分钟 速度不错 八分 打包盒确实很普通 保温一般 好在是送得及时 温度还行 好 哎呀 这个盒子确实 给了盒子 来 我们看一下盒子盖上 确实有 但是没有那么夸张 是吧 有点哈气 这有点很正 这个味还是可以的 甚至多少你还能闻到 一点点那种 怎么讲啊 说焦不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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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味道 就焦面特有那个香味 这感觉还是不错的 对吧 它说的有五花肉吗 看到了吗 小肉丁一样的哈 或者像小肉丝 然后豆角 黄豆芽 这实话咱说好的 是五花肉的 它给的好像都是 熟肉 哦 其实配上五花肉 其实这个吃 才会更香的来 而且从现在 调面调的感觉来讲 哦 老板不用担心 那个筋道的程度吧 我不要吃筋道 整体的香味 还是比较组合 有面香味 也有料香味 而且这个面本身呢 吃起来还是很筋 没有说像老板 打那个提前料 打那个地方 人跟你讲说 哎呀 面条口感欠佳 亲你的 哦 这老板可以啊 是吧 把这种前后手 先把你堵上再说 哦 面焖的是可以的 但面的量给的 确实是挺大的 赔菜的话相对就 就傻子多了 对吧 你包括像豆芽啊 还有那个五花肉啊 其实量就比较小一点 其实量可以稍微多一些啊 其实最多的应该还是这个 这个 我觉得老板确实也就是 纯纯的就给的就是 把你吃面 吃过眼 吃减肠 还有仪式感 很有意思 仪式感很有香 成细让人想不到 桥 你们这桥呢 桥 我们生了 就是这一段 空运来的特色美食 汤特别好 Q彩 嗯 爽 真的多 两个人吃没问题 这一点没错 焖面的口感很筋道 但不干还挺润 焖的火候把握得很好 有种焦香味但又不糊 而且香味已经入到焖面里 配菜该有的都有 但量都不大 说是五花肉 但基本上都是瘦肉丁 这一点啊 老板有点不太实在了 7点5分 好了 吃完之后有话门口说 老板实在 给的面 给的是真多啊 配菜相对来说 就少了一些 面本身来讲 筋道的程度是完全没问题的 老板担心的那些问题 其实并没有出现 整强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以给到一个7点5分 今天这个 首先 非常有仪式感 很有意思感 仪式感非常强 还有仪式感啊 而且 成器 都很特别 这个 这啥东西这是 巧 吃饭很有仪式感 成器竟然是巧 究竟是啥美食呢 美食大测评 这一段 我突然间明白过来了 吃这一种饭很有意思感 有意思感 吃了那么多次过桥米线 吃了那么多次过桥米线 也就在这儿会有个十八井 像一个桥 咱平常老是说过桥米线过桥米线 但是说句实话 这么多年以来 我从来没见过桥 正宗的过桥米线 正宗的过桥米线 这个绝对不会有的 是吧 那这个有什么作用 巨花是青年的 提鲜 也是提鲜的 也是提鲜的 猪肉 蒜 香菜 鸡胯 这是 芙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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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清香味 那喝着油不油 不油 完全不油 就是清香的感觉 是吧 汤很鲜很香很厚但不油 你是不是以为只是单纯的鸡汤呢 那就大错特错了 您是哪里人 云南人 云南哪里的 云南猛字 所以过桥米线 其实就是从咱猛字出来的 对 是吧 那所以咱熬这个汤 是云南猛字 当地就是这么熬的吗 对 这里边都有啥呀 有鸡 有糯米线 有 很丰富 很丰富 别的我没听说 我就听这话很丰富 那您觉得 就是咱现在店里头做的这个米线 跟咱在老家做的米线有差别吗 差不多 差不多 能差多少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我们的食材都是拿那么多名过来的 所以说食材是猛字的食材 人是猛字的人 差不多 这也叫差不多 那就是吧 对 他的口头才就是 差不多 差不多 一点点 这米线打底的汤 用的是云南猛字空运过来的当地的土鸡 和用土猪肉做的腊肉 以及土猪磅骨和火腿 一起熬制四个小时的高汤 你再瞧瞧这米线 它也是从猛字坐飞机来郑州的 米线比较Q弹 嗯 爽滑 对 有筋道 筋道 很炭的一种 比较筋道 Q弹 筋道 对 它还是比较正宗的 因为在云南那边当的米线 他们这边米线还是比较正宁道 比较正宁道 哎呦 就您的经历上来讲的话 像这碗米线 不是十分的话 您能给几分吗 九分吧 九分 红米线 我今天吃的是白米线 白米线 红米线 红米线 你问一下 红米线用来 一部红米 红米做的 还有红色的米线 还真的没见过 必须去瞧瞧 这个蒙子 呃 那就是像这一板的话 算是一份吗 一份 是一份的 大概有几两种 有一斤左右 一斤左右 这是红米 哎 来瞅一眼 我看见红米米线了 米线 这是红米的 所以这个红米米线 算是那个 孟姿那边的一个 特产 特产 是吧 就拿红 红米 汐田那边做的 汐田种的稻 种的稻米 就是特别的 它本身就是红色的 米的本身是红色的 米的本身是红色的 我们还看到 盛米线的碗 都是从烤箱里拿出来的 全程都必须戴着 特制的手套才行 做法比较有意思 嗯 就是它这个汤管 碗都是非常烫的 非常热的 你看它必须要用那个 戴上那种手套才能装过来 碗是挺烫的 它这个高汤特别热 啊 汤特别热 把那个碗 一定要烤烤热 额度在130度120度 好 温度要高一些 高 高了汤进去 生了一点食材烫熟 它就体现了鲜味 主要是为了这个鲜味 有鲜味 仪式感很强 成绩有特色 制作围绕一个鲜字 这一份过桥米线包含 一斤的米线 两斤的汤 十种配料 二十八块钱一份 份量还是挺足的 性价比八分 究竟口味咋样呢 老板 上瞧吧 往这儿来一点吧 我手不敢碰 那是的 太烫了 对对对 太烫了 这个鲜味很足 辛香的感觉 这边的话就是要 过桥的这些食材 热碗 热汤 把配料和米线放入 咱趁热尝尝 这个仪式感真的是超强 而且这个碗 给的真的很大很足的 米线Q弹爽滑 而且呢 你稍微嚼一下之后 还用这个淡淡的米香味 而且如果你家 稍微用一点力的话 中间会有那种 沾牙的感觉在 它这个汤的味道 喝再真的是很清爽 不油腻 但是呢 整个那种鲜味 香味是很足的 很纯的一个味道 汤很鲜香 纯厚 不油不腻 米线筋道 有弹牙的感觉 测评分数 8.1分 店里除了米线 还有十瓶豆腐 十瓶鱼 云南煎乳饼 干椒腊肉等 云南风味的菜肴 推荐您也尝一尝 好了 吃完之后有话门口说 首先来讲 这家店的特色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而且呢 仪式感真的是很足的 而且给它配料啊 包括它这个汤底的味道 包括米线本身的口感 正常来讲的话 感觉是挺舒服的一个状态 想提前来体验一下 云南的风味的话 我觉得这家店呢 您是可以来试试的 整体上呢 可以给到一个8分的评分 今天这个打烟屋 它不光里面的菜品 有很多咱们有吃过 而且更多人说 他们家最好吃的 还不是打烟屋 卖打烟屋 最好吃的还不是打烟屋 我们到店里的时候 里面做的是满满当当 虽然店里并不大 但是这会儿 就已经开始翻台了 人机给个7分 没啥问题 经常在这吃 经常在这吃 真正的特色还是在这里 还是门头上打的那个东西 还是在这 卡这地方这个汤 非常好 今天喝几碗汤 我喝了三碗了吧 喝三碗 它那个胡椒味不是特别重 然后又特别鲜 汤绝仔 一个小时够 鸡的口感哪样 可以很脆 鸡是脆的 有口感有点脆脆的 对对对 猪肚也是 黄鳝这个化鸡包 鸡肉 黄鳝和鸡的组合 对对对对 鲜到了口感哪样 对 鲜 黄鳝和鸡 各一块串味不串味 不串 而且这个 这是在肚导之处 由它这个弹好 它弹配了后 它这个把这两个味 看那不一样 我这旁边出来 就无门也不打 经常 第四回 第四回 对 对 这味道非常好 我说它这个 主要它这个一个 幻精 干净 店很销 但是生意 老板做得非常好 服务也很脑胃 隔膀面做得都非常好 有啥不足的 帮店家提升提升 给它提提建议 不足的 看 哥 你这就 不是 不是 你发现没有 这一说是要超毛病 赶快把这发口让给别人 得对人的活我不干 满分十分 你觉得能打几分 要我打 我可打十分 那行 得对人活交给你了大哥 你 他咋十二分 你干嘛 对不对 你尝一尝 尝不上走 来来来来 尝一尝 这边这个 太多太多 两块都行 你比他到处都有亲大子 那你开玩笑 哪哪都有大哥 你啊 说起来都是亲人 豆腐豆腐 你说你这身外太高了 对 是吧 那在健身看到你的影响 哎呀 我感觉 可胖了一个 你们都认识了 小龙女 对对对 我就是我们那儿最胖胖了吧 我还跟女同志 女同志 你说向阳姐是吧 对对对 这段自动屏蔽掉啊 不要让向阳听到 不是 你说我看这个问题 人生频道 嗯 超好吃的 你现在如果都在那儿住人呢 嗯 我在那儿见过你 我也跟那边住人 就这样住人 小声点 我家底都让您说出来吧 哈哈哈 用舌头一抿 这个肉都给骨啊 对对对对 不用牙 根本不用牙 有男赫南话说 一学都学下 我都家这个鸡 选担不错啊 它这个鸡肉相当来说 肉质比较紧实一些 是吧 对对对 尤其这个皮特筋道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而且确实不串味 扇是扇的味 鸡是鸡的味 对对对 战亚在话也没串啊 对对对 这一家的大边炉 一共有十种锅底 其中猪肚鸡是绝对的王者 听了大家说的 我们也想赶紧弄上一锅热乎热乎 可是这锅一上来 我们就被震住了 说实在的啊 现在郑州市面上吃这个猪肚鸡 很少见这个整只上的 这个吃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呢 再破一下吧 整个的猪肚包裹的鸡肉一起上桌 虽然在郑州比较少见 但这才像客家名菜 凤凰投胎原本的样子 这猪肚鸡啊到后处分切完之后 重新回锅 哇 金中带翠 就那一小条猪肚到嘴里面 都有那种大口吃后那种快感 而且他们家这个猪肚啊 没那个脏气的味儿 出给它挺干净的 汤底很鲜啊 用骨头掉的这个汤 有鸡汤的鲜味 而且有猪骨的香味 它上面飘的一层 这个淡淡的这个鸡油啊 黄颜色的 是这家猪肚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虽然后但是处理的很软 不会咬不动 而鸡肉则是保持的鲜嫩 由于被整个包裹在猪肚里 鸡肉的香味被牢牢的锁住 同时轻眼鸡的口感 比一般的鸡肉要更加细腻 而且油脂丰富 鸡油的渗出 也让汤的口味更加的鲜美 也怪不得这么多人点了 不过说好的 比大边炉更好吃的东西呢 就在这时 一个神秘人出现了 喂 你有声音就行 不用漏感不拍你 非常好 因为老板是光东的 鸡肉也是 鸡肉 酸菜 薄 椰菜 很多光东的鸡肉 烤鸭 少饿啥 非常好吃 可以试着 还有鸽子 我以为我折腾 我牙不够常见 这是二老板你知道吗 二老板 你了解的太多了 从他们来点吃 而其他的话 除了这个肚包鸡之外 其他的人也很好吃 比如说他家的菜 菜 大同好 大同好 各位 这是同好 关键这个说这是大同好 这个在市面上还真是很少见 白沫 白沫 就是吃的是黑沫 白沫 白沫吃不就银耳吗 不是 白色的沫 就是白颜色的 我要说我没吃过 是不是很丢人 油脆 乳酷酷干 非常好 在边的地方吃不到 确定不贵吧 不贵 不贵 我这一片没10块钱吧 哪能贵往哪去 我说沫是不贵 这白沫啊 我看牌子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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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哭 我紧张了 这两面还不太一样 一面特别光的 一面感觉像动物皮一样 那种感觉 是是是是 这个 你要它贵吧 它中间还带来那种韧韧的感觉 不好形容 你还真的 主要之前没吃过这东西 不好跟大家形容 说它像什么东西 但是东西要说就是 确实不太入味 导演一开始说的 其实就是各种 来自广州的特色菜品 从鸡肉烧鹅到熟菜裙内 每位食客都有自己的性能耗 夫妻店老板非常热情啊 老板娘非常热情 老板一直在后厨忙活的 从初已经三十多年了 大叔手艺还是可以的 就今天我们点这一桌东西啊 每个味道都是在线的 我觉得味道真的是不错的 消费水平呢就是正常的 这个打边壶的这个饭店的水平啊 你懂 反正消费价位也不会太便宜了 那这家店综合起来 可以给个八分是没问题的 欢迎收看香美食和小乐 新的来尝鲜吃货不采雷 今天咱们 吃个很奇特的烂 想给道具给它 给道具 这是干啥的 给个蜡烛 对 给打火机 我再给你干啥 然后点 点 就是这个意思 有它就有饭吃了 有它就有饭吃了 有它就有饭吃 对 这冻了只哆嗦 对对 就这个 就要拿这个就有饭吃 对对对 有这个都有饭吃 没这个就没饭吃 他还现在拿着了 我那拿好了你知道吗 外面的风 糊糊地刮着 冻得盒子 让小乐捧着蜡烛找吃的 导演 你就逮着小乐一个人很缺吧 你们确定你这一盘是上了 是空盘吗 还是吃完了 吃完了吗 吃完了 你们大家是不是在 在腿包刺这个最后的谁吃 最后一块的 最后一块谁吃啊 他那的大包CC一样是谁吃 我很少见到 要不是空盘 要不及不然 放下来 哦哦哦哦 哦哦哦 等面的是吧 面不吃 面不吃 面站着直是吧 对对对 我指到的 留一款肉压压片 这是啥 下牛菜 既然说到了下牛菜 咱来上酒 好 好 第一叫金星酱 跟着我们香美食主持人 送美食大卡 就有机会获得金星1982 而且是中国酱酒大师精酱 来 送给你 好 谢谢 甜饭吃 我是来送酒的 妈 这桌光盘行动 这酒也喝了 面也吃了 仅剩一块肉的盘里 愣是没看出来是啥 我们经常在这吃 经常在这吃 经常带着孩子 今天礼拜五明天孩子不上学 然后我们就会带孩子过来吃 你们这吃了是啥呀 这桌吃的嗨 还自创了两餐吃法 看着都替小乐肉鸡 所以咱今天要去找的是 他们两餐中的哪一个呢 是这道菜吗 对对对 就是准备点 是这道菜 对 跟小辣椎点上它会保温的 效果挺好的 我知道导演我要给我辣椎了 感情是给鸡个保温的 你们用鸡子的盘装鱼 鸡子好吃的就是 它除了口味好 它的肉质好 比较紧吃 比较筋道的能感 比较入味 然后你们就用这个味 又放了条鱼 对对对对 那你们这吃法的确少点 连盘都不坏 对 吃不到一定级别 他们都不知道这种吃法 这是VH 对对对 五颗星能给到几颗星 满星 4.9吧 4.9 对 再给老板一点进步的空间 哈哈哈哈 咱们今天要找的就是这个鲜炒鸡 小公鸡小份58大份78 拆公鸡小份69中份89大份109 三种口味酱香微辣麻辣 鸡肉嘛它非常吃到嘴里非常细腻 下点面 等下点面就更好了 这个鸡肉吧非常有味道 吃的可呆劲啊 我看你刚才说了可呆劲 说了可呆劲 吃的更呆劲 吃的更呆劲 对 从哪过来今天 我今天我们两个从许昌过来 我还过来了呢 跑得更呆劲啊 为了吃个鸡子吗 对 我不信呢 你是为了约会吗 哈哈哈哈 你们今天这一桌的话 人均大概多少钱 30左右吧 那这性价比应该可以 五颗星能给几颗星 那给六颗星 那你咋加一颗 那非常好吧 可以 他在给鲁头算上 跑了这一颗 小草鱼比较还对我的口 我平常不吃辣的 今天吃的特别香 对面一下 哎呀 这个味道更美了 你们是今天从哪过来的 我们 我从市里过来的 市里 对 跑点多少公里 10多公里吧 来握我个手吧 好 我们30公里 好 值不值啊 你要说十几公里吗 值啊 肯定值啊 主要是来吃小草鸡来了 黑爪的那个公鸡做的 口感比较吃得筋 有嚼的 好家伙 跑了几十公里 就是为了来吃炒鸡 这个炒鸡 让大家时常惦记的秘诀 到底是啥呢 秘制的酱料 酱料 中炒药用了30多种 包括酱料是自己配置的 选用的是小公鸡 小公鸡 也叫黑缝 它的生长周期呢 在一年零两个月 一年就是一岁以上的这个公鸡 对 就关比较大一点 对 它的口感比较金 黑爪 对 叫黑缝 是吧 老板告诉我们 这个炒鸡除了使用的是 三样小公鸡 秘制酱料加持以外 还有一个严格的炒制步骤 单锅 单炒 定的有时间 炒制是5分钟 下过酱料之后 再用一个不用钢的锅 再炖是10分钟 然后收汁是6分钟 准确的话是21分钟和22分钟左右出餐 咱们也赶紧来尝尝 这掐着时间点出锅的炒鸡 其实我觉得它家这个炒鸡 颜色特别重 所以跟我们家吃炒鸡来说的话 它家颜色稍微大暗一样 就是一入嘴的话 你会感觉到酱香味那种炒 就是后味来说的话 有点那种麻辣的感觉 觉得酱味入得很 很匀 很匀称 就是你包裹着来到这个汁 你看 任何一块肌肉下面 就滴着这个汁 整个是那种比较包裹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来上一口 嗯 这酱味入嘴里了 它后味 不对 里面是麻辣的那种感觉 它其实跟我们说的 有那种层次感 就是先有酱香味后麻辣 后有麻辣味 但是你觉得整体放在一块 我觉得还可以 能接受 看似很平的 其实我觉得它家味还是挺重厚的 基本上来说还是比较有嚼劲的 有点像我们说那种走地鸡 然后真正是那种老柴鸡 这个头感不太像啊 你看画着这个汁 哇塞 就是它家这个炒鸡这个汁啊 是足够的粘稠 很化汁 你看这里面如果拌点的面 包裹着这个汁 就会让你食欲大增的感觉 挺有味的 这个面 哪面啊 你看这汁 我给你拌一下你就知道这个 看这面啊 画着汁的感觉啊 姜香带着麻辣味拌面它能不香吗 导演让我找了给哪了 看看 就是还真的有点蜡烛 能够说上两句大实话啊 刚才吃还是酱香味 这会儿嘴里这麻味和辣味完全出来了 就是先有酱香再有麻辣 我觉得口味上还是不错 能给到一个四颗星啊 性价比也是比较实惠的 我们看是满满一大盘啊 整体来说这家店 我觉得能给到一个三星半 喜欢吃这鸡子了哈 前提是还带有这油费 可以来尝一尝 欢迎收看香港美食美味教你做 我是小乐 有请我们今天的大厨 大家好 我是燕之鱼 信仰特赛品牌创始人曹海洋 哎呦老乡是知道啊 是啊 就是又见面了小乐 你别看这下面的食材 这食材我都见过 行啊 番茄见过吧 哪肯定见过呀 这个肥牛见过吧 哪也见过 这俩哥一块我也见过 是吧 然后呢今天咱们就给它做成 口感更好 影响重丰富的 哎呦 赛国米其林的那个 菜肴 对 那咱们第一步呢 先把豆皮给它处理一下 介绍完了番茄肥牛 大厨竟然要先处理豆皮 那豆皮要咋处理 才能和番茄肥牛 组成最佳搭档呢 热锅凉油 热锅凉油 这个油温到这个已经到八成二了 你看这个筷子下去以后冒小泡 就冒气泡 对 那这油温就是八成了 油温到八成二以后 然后再把油皮给它下去了 就直接就放进去了 对对对 其实很快哈 对 炸的豆皮就不用过多炸那么长时间 一炸起来就行了 就是一变形哈 对 就咱们说那种起泡 几秒钟就差不多了 对 其实这东西脆脆焦焦的吃起来挺好的哈 你听见 这一弹都脆 现在是焦的 对 是焦的 对 完了以后你看 哪个东西 完了以后咱把这个豆皮呢 往水里一泡 您是把这个炸焦的豆皮又泡软 对 给它泡软 这明明是炸焦的东西 你再给它泡软咱咱何必呢 它本身不就是软的吗 那不一样 本身软的 它那个口感不是太好 为了口感更好 豆皮过一下油 凉水泡十分钟 口感已经解决了 完了以后咱 咱给它再加点营养 营养在哪呢 营养就是在咱们那个虾仁 这个虾仁为了让它口感更好一点 咱给它拍一下 要拍一下 咱们这个口感呢 就是让它更有颗粒感 就是得它吃起来的话 不是完全是泥的状态 对对对 完全不是泥的状态 你看 这就是 泥是用刀背来做的是吗 对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剁虾仁的时候 用刀背来剁 避免剁得太碎 失去了虾仁的口感 接下来呢 再给它调个味 给虾仁调个味 然后以后咱 放点盐 姜沫 姜沫 对 姜沫 放点葱花 等于说都是给它增鲜的 去腥的 料酒 料酒 把它搅拌一下 把这个馅给拌匀了是吧 对 淡黏糊了 这个时候就是咱们说 要给这个虾的颗粒 给它上劲 对 虾仁馅调好了味道 豆皮也抛软了 捞出来改刀 你看 豆皮十分钟以后 也给它抛好了 真的是变软了 对 现在是软软的 接下来咱们给它改一下刀 咱还要把这个好吃的东西 都给它卷进去 抛软的豆皮 切成非牛片一样大小的长条 因为这道菜 是要把它们一起卷起来 这就把营养给放进去了 嗯 把非牛卷 往这铺上去 又把咱们做的这个虾仁 对 刚才制好的这个虾仁馅 也给它铺上去 对 嘿 这可比单独吃这肥牛卷 我觉得口感更好啊 而且营养也更丰富了 整个豆皮那种金坛的感觉 肥牛的香气 加上虾仁的鲜香 整个都放在一块了 这就叫咱们的肥牛虾仁豆皮卷 今天的东西好吃不好吃 就看这一步了 来调个味儿 来点糖 放点白砂糖 来点盐 盐 咸甜味儿 对 然后再来点生抽 增加点鲜味儿 再来点这个番茄酱 番茄酱 还酸甜口的是吧 酸甜咸就是复合口味 有点像咱们平常吃的那种糖醋汁的感觉了 比那个糖醋汁呢 稍微口感更好一点 肥牛卷也做好了 难道大厨把开头介绍的番茄给忘了吗 哪不能够 番茄切成丁 然后起锅烧油 老规矩 热锅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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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刚才咱们是切的这个番茄嘛 番茄丁 这个步骤上用的 对对对 先把这个番茄的 炒番茄 这步骤比较简单 大火给它噴一下 好 把这个汁水给炒出来 对对对 番茄的这个汁出来之后呢 看这个汁出来之后呢 然后咱下咱刚才对好的那个汁 简单的翻炒一下 其实这汁来说那种酸甜可口的感觉 就立马就出来了 到这种程度来 看 闻一下这个番茄味特别浓郁 这就是咱们说那种酸甜可口的感觉 这味就出来了 对对 然后咱完了以后 再加一点点水 要加点水 让它稀释 该它登场了 该把它放进去 对 来 咱们把这个 咱们制作好的这个 肥牛虾仁豆皮卷 咱给它下 我们这个蛋厨师 最强度就是这个火候 这样火候 对对 火气大的也不行 容易烧着别人 对对 大概的话也就是六七分钟 咱们的这个肥牛卷就可以出锅了 软糯的油豆皮 包裹着咸子的虾肉 吸饱了汤汁的豆皮肥牛虾仁卷 就出锅了 菜做好没想起来名叫啥 豆三鲜吗 豆三鲜吗 啥 豆三鲜 豆三鲜 对 好啤酒 金星鸟 金星1982元江 郑州南区口腔医院提醒您 本月值得关注的日子 对 菜做好没想起来名叫啥 豆三鲜吗 啥 豆三鲜 豆三鲜 对 因为啥呢 那个 虾是鲜的 虾是鲜的 嗯 牛肉是鲜的 牛肉是鲜的 你第三个鲜鲜在哪了 就是豆嘛 豆 这豆你呢 哎呦来来看看哈 哎呦 刀的时候你都感觉到 里面的食材是裹得紧紧实实的 对 泥鲜长 怎么样 能听见那声音没有 就是滋溜滋溜的冒水的感觉 嗯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豆酸鲜了 首先你进到嘴里了哈 就是那豆皮的口感 对 它是那种 就是经过油炸之后 有那种豆的香味在里面 而且口感特别好 特别精彩 它那个层次感也比较丰富 然后里面慢慢的就有那种 虾仁啊 肥牛卷啊 它也是比较嫩一点的 有那种鲜的感觉 对对对 我觉得叫三鲜合适 嗯 很过瘾的 就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 你要把那个豆皮 就炸过之后再泡软了 因为炸过之后 它能把这个番茄的汤汁的那种 酸甜的感觉 嗯 给激发出来 对 吸入到这个豆汁里面 你配玩米饭 感谢观看